一个杀人犯坐进了车里 他迷晕后座两个女孩 但副驾驶上的天美不一般 他冷静 慢慢地拉开门把手 谁知安全所响起 等到再次醒来 三人已经被关进一间密室 房间老旧 却异常干净 特别是这个洗手间 一尘不染 这里放着许多风格不同的衣服 还有一堆牙刷 似乎住着很多人 光头进屋 强迫正式地擦了擦椅子 他炽热的目光看着黑妹 黑妹不由地往下拉了拉裙子 随后光头强行抱走了黑妹 机智的天美拉着她 连忙悄悄跟她说 皮眼女上 皮眼女上 不到十秒 尿在身上的黑妹 果然被送了回来 光头怒吼 摔门就走 不久后 门外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 三人很激动 以为这一下有救了 他们大声呼喊 女人进门 几人被吓得魂不附体 眼前的男人身着女装 气质优雅而温和 他安慰他们 并说我不会让她伤害你们 毕竟你们是神圣的食物 女孩们这才明白 光头显然是个人格分裂患者 但他们不知道 光头不止分裂出了两个人格 而是23个 男人 女人 青年 儿童 这其中有一个主人格 是个设计师 设计师能控制和安排 其他人格的出现时间 而绑架他们的 正是23个人格中的黑暗人格 这天 设计师和往常一样 去找自己的心理医生 医生发现 此时黑暗人格已经反客为主 代替了设计师人格 控制了其他人格 而且还在自己面前假扮设计师 医生很奇怪 但是并没有拆穿 他想再继续观察 因为医生觉得 人格分裂 像是生命某种形态的进化 他想要探索 这种人格能影响 身体机能的分裂 究竟能成什么样 晚上 天美睁开眼睛 竟看见光头穿着铜装 他仔细观察 想要搭话 问道 天美惊了 第三个人竟然是个儿童人格 儿童人格不停说到 恶魔要来了 天美继续和他套近乎 得知这个房间的墙壁比较薄 等光头走后 三人开始仔细地在房间寻找薄壁 他们敲着墙壁 仔细地听着声音 而此时 光子站床上 开始敲天花板 这天他在房顶发现了出口 拿着高跟鞋 他一下一下地猛砸 在不断地敲击下 终于把枪砸坏 此时 外面的光头也听到了声音 他开始推门 但却被两个女人挡住 光头用力地推 但却推不动 两个女人为光子争取了时间 而光子这儿也把通道打开了 突然门被大力推开 是黑暗人格主导的身体 明明是同一个人 却与刚才的儿童人格迥然不同 他有着强大的力量 极其敏锐的心智 这时 光子已经跑进了长长的隧道 他慌忙躲进了一个衣柜 不敢发出任何声音 这一下完了 光头把他扔进了一个单独的房间 并且锁死房门 他并没有杀掉光子 这天 光头的女人人格出现了 他把两个人带到餐厅一块吃饭 还放了点中国的音乐 两个女人觉得 他现在很善良的样子 应该不太抗揍 于是黑妹站了起来 他顺手抄起木头板凳 狠狠地攻击光头 然后疯狂地逃跑 可这一下 把光头的黑暗人格给砸出来了 就这样 黑妹也进了单间 现在房间只剩天美 他冷静地等待机会 他必须等那个儿童人格再次出现 终于等到了 在交谈里 他发现儿童人格的房间里有窗户 于是他想尽方法 说服儿童把自己带去 他千辛万苦 也在房里看到了窗户 是儿童的两张水彩画 那一刻 天美彻底绝望 他开始哀求儿童人格放走自己 但儿童人格只是一遍遍地重复 恶魔要来了 这时 儿童人格给了他一个对讲机 希望他能联系外界得救 但对讲机那头的人 以为是恶作剧 而此时 听到求救的黑暗人格 已经再次苏醒 光头一笑 从他手中拿过对讲机 将天美重新关进了他的房间 并说 过了今晚 一切都结束了 这时 心理医生收到了很多主人格的求救邮件 刷屏的邮件都是主人格发来的 他赶紧打车去光头家 医生说收到求救信 黑暗人格解释说 什么事情都没有 但无奈下 他还是若无其事地 把医生带到家里 他对心理医生说 他的第24个终极人格要来了 而他的出现 需要以人类为祭品 中途 医生找借口去洗手间 但他发现了一个锁上的房间 医生打开铁门 发现了被男人囚禁的人 男人来了 直接关上了铁门 用一个小喷雾把医生迷晕 然后买了花来到火车站 原来光头的父亲是在这里去世的 这是光头精神分裂的开端 他现在要在这里 召唤自己的终极人格 也就是恶魔 进入车内 他脱下衣服 开始光着膀子蹲在地上 再次站起身时 恶魔出现 恶魔看起来并不是人类 强壮无比 一下就爬出了车厢 随后 以人力难以完成的速度奔跑 这时家里的医生也差不多醒了 迷迷糊糊间在纸上写着什么 突然一道人影闪过 医生拿起桌上的刀 此时 面前的光头轻轻抱起 表情很利 医生用刀捅了光头一下 结果刀断了 光头抱起医生 双手开始慢慢的发力 医生被活活勒死 这时 天美用钉子撬开了门锁 逃了出来 发现房门开着 很奇怪 他看向房间里 发现小黑已经死了 他吓得后退 打算赶紧去找另一个伙伴 没想到打开门 紧逃到客厅 发现了心里一声留下的纸条 纸条上写着 喊光头的名字 只要喊出名字 恶魔的主人格就会苏醒 因为这是他小时候最恐怖的回忆 他听到后方传来野兽的喘息声 光头竟像蜘蛛侠一样 在泥土墙壁上攀爬 小美立即大喊光头名字 不久后 光头披着毛毯出现 这是真正的主人格 他甚至不记得 其他人格的任何事情 但光头看到心里一声死在了自己家 已经明白发生了一切 他请求天美拿着枪杀了自己 随后 演技炸裂 23种人格不停地在体内切换 历史家 文学家 艺术家等等 这些人格都哀求天美不要这样做 他们认为自己都是单独的存在 认为黑暗人格做的一切 跟自己没有关系 天美赶紧逃走 而房内 恶魔人格也再次出现 天美一路狂奔 逃进了一个铁笼子 并把自己反锁在里面 然后向恶魔开了好几枪 然而恶魔不怕子弹 他用力地掰开笼子 表情好可怕 可就在他准备杀人的时候 恶魔看到了女主身上密密麻麻的伤痕 他发现了自己的同类 原来 天美和他一样都是可怜人 从小就被自己的叔叔性侵虐待 恶魔可怕的表情开始软化 天美看着男人流下了眼泪 而恶魔也转身慢慢离开 随后 天美被一个老人发现 从铁笼里救了出来 天美看向猛兽雕像 不知自己心中的恶魔也被唤醒